大家好,我是人类的好朋友邵白 今天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司马南 司马南被禁言之后呢 他沉默了一段时间 后来呢,他的禁言被解除了 然后现在他依然活跃在头条 被大家奉献他自己的观点 但是呢,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吧 就是司马南会不会被第二次封禁呢 这个疑问的出发点就是 司马南在被第一次禁言之后 他解除禁言之后 仍然跟以前一样 没有把一些话题进行挑选 还是说了一些时事热点 甚至是很多不该说的 他依然去说 也就是说司马南并没有吸取之前的教训 而是呢,认为这样他发言 他就会像以前一样 不改,不退 给人一种大丈夫 勇往直前的感觉 这种状态,这种精神是对的 但是呢,我劝司马南 其实呢,应该好好想想 有些话题能不说就不要说 有些热点能不蹭就不要蹭 对不对,毕竟呢 我们真正的司马南的粉丝是不希望看到司马南被第二次封禁的 如果有些话题不适合说就干脆别说了 对不对,就干脆别说了 然后呢,选一些这个能说的,大家愿意听的 就是我觉得呢,不管司马南说什么,我们作为他真正的粉丝其实都爱听的 我们依然去热爱一个质能量的人 有担当的人,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所以呢,我其实很担心司马南会被第二次封禁 因为司马南最近发的很多视频呢 依然是一些什么乌克兰公投呀 连项呀等等 毕竟他曾经就在这里栽了跟头 所以呢,我很担忧司马南 虽然我身后是一堆土 虽然我是一个国民小组 但是呢,我希望我,我怎么说呢 我敬仰的人能够继续的不断的为我们奉献好的内容 而不是被第二次封禁 你呢,你觉得司马南会被第二次封禁吗